三十幾年來都不會想要懷孕 好不容易確定受孕 其實當然就會很珍惜啊 二十幾週的時候 大概二十八週的時候 因為我太累了 不停的子宮收縮 原來我有可能在那個時候 去生下一個早產兒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害怕 好不容易度過了安胎的時間 然後到第三十四週的時候 我才就是有一天發現 我有便秘的這個問題 菜的味道會讓我覺得很噁心 我就會完全吃不下去 我會把菜都跳出來 連蔥我都沒辦法 因為一吃就整個人很噁心 所以你的腸不蠕動 你的糞便在通過腸道的時候 它就會乾會硬會大快 因為寶寶他也需要 需要你的養分 就是便秘大作戰那樣子 因為你每天每兩天就得來一次 那個過程非常的久 然後開始真的要上出來的時候 就完全是卡住的 我就是好像有看到一段話 醫生也有這樣講 就是那個生產的用力 跟你上大號的用力 是要一模一樣的 整個是那個冒冷汗的 就是很怕我自己把它生出來 它那整個過程 它等於那個傷口 是一直被不正常的那個擴張 然後又持續的在流血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就只好把它給挖出來 所以我就想說好 既然不敢吃蔬菜 我就去吃纖維高的水果 從那一次很慘烈之後的第五天 第六天 第二次好像大概十幾分鐘就上完了 然後就越來越好 那現在已經38週了 就再也沒有這樣子的事情過 我懷孕前就很喜歡吃綠色奇異果 然後我又覺得它是一個 營養價值很高的水果 最特別是它熱量很低 就會讓你很容易有飽足感 但是你又不是在吃很甜的東西 奇異果裡頭的那些營養素 就是孕婦很需要的 水分跟C 還有它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很好 對女性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水果 而且我喜歡吃超大顆的 我覺得我做對了一件事情 很認真的吃奇異果 很認真的喝水 然後沒有因為便秘這件事情 造成很多接下來 我沒有辦法收拾的遺憾 她如果叫媽媽便秘 當初要把她早生出來 她應該以後會很恨我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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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